我們看看要怎樣做 看到這個也蠻複雜的 但細心的拆解也有方法 這個十二可以寫做 2 2 次方乘3 所以我們就這樣寫 3 次方乘3 特別是這個十二 2 2 次方乘3 再2022 次方 其他的不會動 2 4 0 4 4 乘3 2 2 2 接著 分子這裏 即是隱藏3 1 次方 乘2 2 2 0 2 2 2 次方 即是 4044 後面乘3 2022 分母就有 2 4 0 4 4 次方 乘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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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方 4 4 0 4 次方 違約 Whoa 同底相乘次方相加 就是2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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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4 4 次方 這裏討論是微笑 这个B 到第二条 6X等于8Y等于9个Z 找X比Y比Z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技巧 第一,你先找这三个数字 6、8和9的LCM OK 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6、8和9的LCM就是72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做 6X等于8Y等于9Z 全部一次过除72 那就会得到下一步就是 X除12等于Y除 Y除9等于Z除8 即是说 X可以分为12分 Y可以分为9分 Z分为8分 所以Ratio就是12比9比8 就是X比Y比Z 因此答案就是A 第三条 你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为什么呢 其实不重要 总之有这件物件的长度 就量度到40CM 就是1个CM 就是这里 所以你会知道 那一个的Massimum Error 是多少 其实就是 最小的量度单位 10CM除2 即是5CM 所以 那一个Percentage Error 就是 将 那一个Massimum Error 除实际量度到的数值 成为100% 那你计算到12.5% 因此答案就是B B4 6B 接下来到第四条 Fx是这个 现在 x-2 就是这个 f-2 x-3 的Factor 行不行 所以你就要小心一点 x-2 x-2 就是f-2 x-3 这个Factor 就是 Remainter 就是0 因为是Factor 你刚才说明 如何代理数字 2-3 这里 你计算 x-2 等于0 x就是2 你照代2到这里 照代2到这里 OK 那里面就会计算 F1等于0 F1等于0 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如果x代1 1的4次方 加2乘1 1-a 等于0 所以算到a 就是3 算到a 是3 就找回 x加3 除了Remainter 所以Remainter 就等于 F-3 即是什么 -3 4次方 加2 乘3 减3 因为a是-3 OK 所以就会计算 答案就是 81 -6 -3 即是72 答案就是b 接着看看第五条 fx 就是这个 2x2 -12x 加5 alpha 是constant 现在就找回 F-3 加α -F-3 -α OK 現在就看看如何做 你可以直接把数字计算 就是 F-3加α 然後一路化減 OK 然後F 是3-α 然後又代入 x度計算是多少 然後兩者相減 這樣 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樣做 就會非常之辛苦 這裡就要介紹 另一個方法給大家 就是 就是 你會看到 如果α是0 的話 那這個答案 就應該是0 來的 因為 就變成F-3 減F-3 即是0 OK 但你發現到了 b 不對 因為當作0 就變成負米爾 α代入C 又不對 只有A和D 給你選擇 OK 所以你就要想想 另一個數字 譬如 如果α是1 即是 你要計算F-4-F-2 是多少 OK 那你就會計算 一樣 都是0 都是0 可以嗎 因此答案 D就不行 A就是答案 好 然後第六條 有一個人 Anson 投資一筆錢 到銀行 這個年利率 1% 這個PA 就是年利率 OK 每年 一年 Compound Quarterly Quarterly 就是三個月 一次 一年 四次 OK 在一年之後 拿到160 60.1 那麽多錢 就問它 存入多少錢 假設它存入P 那麽多錢 P 乘回 1加1% 除4 然後再四次方 OK 因爲 一年1% 它現在分成四次 所以每季 每三個月 就是1% 除4 而它放一年 每三個月 結算一次 一年結算四次 所以次方 就擺四 四 這個次方 就有結算的數目 這個 就這樣計算出來 是本利和 我可以選一本金 那麽4C等於1 6060.1 好了 接著 讀幾個時間 1%除以4 即是 1.0025 4次方 這裏 減P 可以選擇 1% OK 所以 你抽 common factor P 就變成 1.0025 4次方 減1 等於1.6060.1 你就可以把整個 解釋 解釋 用計算機按一按 然後把 16060.1 除回答案 P 就算到 大約是 160萬 correct to the nearest dollar 所以答案 就是 A 第七條 首先 它就是 問你 哪一個是 Graphical solution of 這兩條式 第一條 和 第二條 那你就先選擇 8-3 x 大概等於20 加x 那 8-20 就會變成 -12 大概等於4x -3 大概等於x x 4 大概等於-3 好了 另一方面 就是 2-3 x over 2 小過 x 8 -5 x 小過 -10 x 大過 2 一邊就是小過-3 等於 這個圓圈 由實心 OK 另一邊就是 大過2 空心的圓 因為 有幾多 覆蓋的面積 就要幾多 OK 不一定重疊 那兩個陰影 有幾多要幾多 所以就知道 最終答案 就會是C 好 接著第八條 就問有幾多的整數 會符合這個不等式 OK 你看到這裡 你用計數機一按 它似乎 答案就不是 Rational Number 就是Factorize 可以怎樣做呢 你就要用Quanty formula 架式是這樣寫 3x2 加4x-6 小過等於 0 直接寫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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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第一塊 還有第二塊 X-負4 這裏可同學會用正負 其實是不可以的 應該是加一個減 正負代表兩個答案 這裏減,這裏加 這樣 先觀察一點 這樣 小個等於0 好了,但你寫這句 數字對我來說是意義不大 OK 意義不大,為甚麼呢? 這裏純粹是幫你溫習用 如果你遇到這些,令它無法分析 你就真的要這樣寫 然後X才寫出來 就是-2.23 和0.89 因為你按機器出的答案 一定是這兩個數值 好了,因為它是小個0 所以便會夾向中間 解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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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範圍有多少個整數 你便數吧 有-2,-1,-0 所以總共有三個 答案是B 第九條 以至2α² 加6α 等於2β² 加6β 等於負7 α不等於負7 其實你看到 這裏就是2x² 加6x等於7 負7就是這個格式 α和負7 倒下去都令到 整個比例正確 即是說 alpha beta 是2x² 加6x 加7 等於0 OK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做 alpha 加beta 就等於負6 即負3 alpha乘β就是7 超過2 好了 但這次的麻煩之處就是 alpha 是2次方 β是1次方 這兩個是不同次方的 unequal index 如果遇到次方不同的 這些題目 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用substitution 即是把alpha和beta 代回到equation 做法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 2α² 加6α等於負7 所以 alpha²加3α 就等於負7 over2 而我們知道 alpha² 就要留下 因為我們要有alpha² alpha其實可以寫作 負3減β 所以 alpha 是負3 所以 alpha² 減3 β 減9 就是負7 over2 因此 把負9 變成加9 alpha² 減3 負7 即是 11 因此答案 就是c 第十條 第十條 就是問有幾多條 reflectional symmetry 對稱軸 axis of reflectional symmetry 對稱軸 對稱軸 第三條 這個 這個 我同時以為 這樣就畫軸 有三條 其實不止 第四條 第五條 還有第六條 OK Vertex 有三條 OK 裏面六邊形的角對角 第十條 第十條 現在這個graph 就是ax² bx c abc 就是constant 1 2 3 這三句是哪句 逐句看 首先我們分辨了abc 是正連負 笑口的graph ,a是正數 c 在橫軸以下 c是負數 好 另外 b怎麼看呢 b這個位置留心 我們看著 踩著 y axis 這個位置 就是y intercept 看看graph 是橙向上 還是橙向下 如果橙向上 就像這裏 那b就是正數 OK 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 a是正 b是正 c是負 所以乘乏都是負 1 對的 對的 然後 你看到這個graph 有兩個 inter setting point 同個x axis 所以 b²-4ac 就大於0 b² 大於4ac 留心了 A是正 所以 扔過來 除 就不用轉 但 因為 c是負數 所以扔過來 之後 要轉 行嗎 行嗎 也就是說 第二句 b² overac 大於4 就不正確 第二句 不正確 插 插 插 到第三句 沒理由 有個point 不用 那就代表 x等於-3 y等於-2 -2 等於 a乘-3 b 乘-3 加c 所以 就變成 9a-3b 加c 等於-2 乘-2 小於0 所以我明顯 第三句 也對 所以答案就是c 接著 就到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有兩條線 第一條線 L1 就是這個 mx-mny 等於2 第二條線 紅色這個 px 加qy 等於-3 好了 我們就各自找到他們的基本資料 L1 這條 找到他們的xy-intercept 先把y-intercept y-intercept -2 over-n x-intercept -2 x-intercept -2 x-intercept x-intercept -2 -2 x-intercept -2 好了 到另一條 這裏 x-intercept x-2 -2 x-2 x-3 好,接著就逐句看 第一句就說 n 是正數 我們來看看 -2 over n 就是負數 所以 n 是正數 因此第一句是對的 第二句,我如何去判斷呢? p 乘 Q 其實是 如何計算出來的呢? 我們看看 我們先檢查階段 L1的階段就是 m over n OK m over n 這條直線的階段是小於0 而 n 是大於0 所以 m 是小於0 可以嗎? m 是小於0 即是負數 n 是大於0 即是正數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看L2的直線 slope 就是 -p over q 也是負數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可以判斷到 q 在這裡其實是負數 p 在這裡 其實就是負數 可以嗎? 所以我們會看到 p 是負 q 也是負 所以p 乘 Q 就是負數 負數 即是得正 m 乘 N 就是負數 乘正數 即是負數 正數當然大於負數 因此第二句是對的 第三句 p 加 q 小於m 減 N 我們來看看 p 是負數 q 是負數 OK? 計算出來負數 n 是正數 減負數 自然是正數 OK? 所以第三句也對 因此答案就是d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在這個圖中 A B C D 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E F 就是在B C 令到B E 等於E F 等於F C A G 比 G D 就是5 比4 我們先寫它 A G 長五份 G D 長四份 同學可以特別留意到 A D 長九份 以及這是平行四邊形 即是對面相等 因此可以很快寫到 B E 三份 E F 三份 F C 三份 然後 我們知道了 題目講的 G D H 這個三句是144cm² 找回 四邊形 H F C D 這個平行四邊形 OK? 好了 首先我們留意一下 第一 第一 G D H 以及 F E H 這兩個三圓 首先 對邊的平行 所以 這兩個三圓是相似的 也就是說 它們的邊長比例 的Square 就會是 Area的比例 H E F 除回144cm 就會等於 3 3 3 4 這個邊長是4 H E F H E F 的面積 就是 81 我不寫單位了 我的寫是81 這個 144 好了 接著 另一方面 我們又再去看看 我們想知道的就是 這個 三角形 D C E D C E 這個三角形 D C E 可以怎樣找呢 這裏是 場四 這裏是場三 這裏是場三 解釋我們這裏拉條線 那我們便可以找到 這一塊 D H F 的面積 跟正一下 D H F 就是這個尖尖的這個 就是把81 除3 乘4 為甚麼呢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 E F H 和 H F D 有相同高度 所以它們的面積比 就等於 它們的 底的比 所以我們便會計 就是 把81 乘4 除3 108 好 接著另一方面 我們便知道 這個 E F D 和這個 E F C D F C 是面積一樣的 就是 現在考慮 六四兩個面積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都有 相同的底 E F 和 F C 高度 都一樣 所以兩個面積一樣 因此 這個 E F D 和這個 D F C 的面積 都是81 11加108 189 好了 這個是189 好了 所以這兩個面積 加上 H F C D 怎樣找呢 就是108 再加 89 做得到 297 答案就是 B 第四條 找A B 的長度 A B 的長度 可以怎樣找呢 我們可以看看 這裏 有個直角三格 B C D 我們其實就可以用 B D 如果被Y去除 這個除Y的話 Y OVER B D 會等於 TANGENT BETA 所以B D 其實就是Y OVER TANGENT BETA 另一方面的平人線 就是 A.BOY 等於BETA 尖尖的三格型 A B D 我們就可以用 SINE RULE ABOY OVER SINE BETA 就等於 B D OVER SINE BETA 所以AB 就寫了 Y OVER TANGENT BETA OVER TANGENT OVER TANGENT BETA OVER TANGENT 又可以寫成 Y OVER TANGENT BETA Y OVER TANGENT OVER TANGENT OVER TANGENT Sign Feetra 這條就做完了 接著就去到第十五條 這條就畫了 PQR 其實就是分別的三點 1K 12K 和1K加5 你要試試畫出來 我可能當K是正數 這樣才算 1K 12K 1K加5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PQR OK 重點就是 我們看看接下來要做什麼 第一句 Circumcenter of Triangle PQR 分享QR 首先最重要的資訊就是 我們發現到 這兩個X線是一樣 就是PR是垂直線 另外這兩個K是一樣的 Y座邊一樣 PQ是水平線 即是這條形線直角 直角對面 specs 左下方就是斜方 這下方就是 其哪cm 你會進來 的前方就是 正面呢 這是正面的 其實正正的點就是 P OK 第三就是 IN CENTER OF TRINICAL PQR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應該是 IN CENTER 1,2,3,3也對 第16條就是怎樣轉化 把這個十進的數字 我們會這樣做 儘量將它轉為二做BASE 第五就怎樣轉 我們將它變成什麼 2的2次方加1 乘回 2的4次方再2次方 16 2的1次方 乘2的4次方再加2的3次方 變成2的2次方加1 乘2的8次方 加2的5次方 再加2的3次方 乘2的10次方 加2的8次方 加2的5次方 加2的3次方 2的10次方 這裏就是 第11個位置是1 第9個位置是1 第6個位置是1 第4個位置是1 第4個位置是1 第6個位置是1 這個 第7、8、9個位置是1 和第11個位置是1 答案是A 第17條 以下哪個是 4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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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條以下哪個是 4分1 第8條 一定等於 第7條 1 8分1 8分1 最好 157 1433 4分1 小規定 就動手 距離 如果 現在 restoring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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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看看這裡這麼多個數,哪個最大 就發覺C是最大,13977 答案是C 大家要解決這個 equation 這裡的二次方和六次方,其實可以把它搬到lock前面 2個lock x 加6個lock x 它們是light terms 所以加上就變成8個lock x 兩邊除以白,lock x 等於1 x 就是10 當然,這裡你會發現到 如果你只是代替 x 是10 還有些東西是做漏了 因為發現到剛好這裡兩個是雙數次方 所以,如果 x 是-10 都仍然會成立 因此答案D 因為負數次方之後 負數之後,放在 x² 和 x 讀次方 都變回正 所以都可以做到 第20條 現在這個graph顯示到 第一個 1-lock x base p 和第二個 1-lock x base q p 和 q 都是正的constant 一條垂直線 切到一個graph 1-lock x base p 即是切到這兩個graph 切到第一個graph p這個就叫p點 切到第二個graph就叫q 切到那個xs就叫r 好,我們逐個看 句子1 q小於1 對不對呢 這樣 那我們就去看看 如果它是 大於1的話 那這個graph 那這個graph應該 就是這樣 走向上 這樣走向上 才會代表 Base z 是大於1 而它走向下 即是代表 Base z 是小於1 所以第一句 是對的 第二句 就是p 就是小於q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這件事呢 OK 我們去看看 這一點 假設這條線 有個位置 就叫做 x等於小加r OK 這個equation的名字 叫x等於小加r 所以p的y座標 就是lock r base p 這裏就是lock r base q 可以嗎 好了 接著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知道 lock r base p 是小於lock r base q 所以 我們就轉Base lock r overlock p 小於lock r overlock q 好 好了 兩邊 約了這個 lock r 可以嗎 好 原來 即是說 1 overlock p 小於1 overlock q 所以 反過來 lock p 大於lock q lock p大於lock q lock p大於lock q 所以 所以第二句是不對的 到c了 pq over qr 怎樣去理解pq呢 pq 就是pr -qr 所以 所以 pr-qr 就是 lock 這樣 OK OK 好了 接著 就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 轉Base lock r over lock q -lock r over lock p 然後 -lock r over lock q 到這裏 可以怎樣 可以怎樣呢 分子要通分母 lock p lock q 就變成 lock r lock p -lock r lock q over -lock r over lock q 所以 這裏就變成 lock q -lock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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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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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lock 就變成 lock -lock -lock q -lock q -lock q -lock p 大家本身是 common lock 我現在轉Base 就變成 lock q -over p -base p 所以,就等於這塊,第3個也對 因此答案就是C 若到這些題目比較複雜的,我建議大家儘量代數字去計算 就比較方便 譬如這裏,如果你計算Q為小於1 譬如你當Q為0.5才算 接著,你就知道P比Q更大 你當Q為0.5,你當P是0.6 然後,X是R,而R就要大於1 因為這一點的X座比是1 譬如R當2才算 那你把所有數字都計算,就更快 比自己從概念上化解 第2條,哪個Graph 這個Graph顯示哪個Equation 我們來看看 首先,你可以代表這些數字 譬如,X是30 Y是5 這樣,C和D已經不適合了 30到5 好了,剩下B這個又怎樣呢 譬如,你代表X是90度 3-270度 就是-1 3-2x-1 應該是5 而不是1 剩下A就是大波 其實你要代表A,B,C,D 看看哪一句是有矛盾就可以了 好,接著 第22條 1 over x加3 等於 x加1加p 等於 x加3 等於 x加3 等於 x加3 即是說 我要這裡 x加1加p 等於 x加3 我才能夠約到其中一個 2的Vector 就剩下一個x加3 因為你可以寫成這樣 把x加3 等於 x加3 所以p就是2 23 hcf和lcm 分別就是 x乘x加4 x2 x加4 x加4的5次方 x減6的4次方 x減8的2次方 fx和gx都給你了 按Hx 首先我們看看 我們在hx怎樣找出來呢 首先 hcf有x 一定有x的 還有x加4 還有x加4 而且一定是1次方 x加4一定是出現在hx的 為什麼呢? 因為fx的x加4是2次方 gx的x加4是5次方 找到這個lcm x2 是哪裏貢獻出來的呢? 有機會是x2 x加4 因為fx只有1次方 1個x gx只有1個x 而lcm有x2 所以x2 應該是來自hx 接下來我們看看 x-6的4次方 就是lcm gx有1個x-6的4次方 已經貢獻了 另外 突然多了x-8的2 fx和gx都沒有 只剩下 就一定是hx 所以答案就是x2 x加4 x-8 答案就是d 到24條 這裏怎樣處理呢? 我們就這樣做 首先 q2加9 可以寫做 q-3i 我們不要理會後面的2023次方 OK 這個小小技巧 q2加9 可以寫做 q加3i 乘q-3i 為何解釋 在這裏解釋 q2加9 可以寫做 q2-3i all square OK 所以便會出到 q加3i 乘q-3i 然後這個 只剩下 q加3i i的2023次方 其實就是i的2020乘i的3次方 就是i的3次方 為何i的2020次方是1呢? 因為這裏2020是4的倍數 OK 4乘一個整數n 所以 i的4次方是1 1的任何倍數次方 1的任何整數次方 都是n 但是這裏有一個負 所以我們就減 i3次 那你要知道 i3次是甚麼 i2是負1 再壓到 i就是減負 這樣 所以便會得到 就是 q加4i 一次答案就是a 第25條 第25條 以下哪一條 以下哪一條 跟這個有相同的解答案呢? 所以我們要認真計一下這個 先 x-2 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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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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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出不到這個 OK 你計算到這裡 出到負6就不對 就不會等於2 因此我們就知道 x 只能解10 而負2 這個就要 reject 我們看看A B C D 這四個選擇是哪個答案 例如A這個 x²-20x加18 等於0 發覺其實是perfect square 所以x就等於10 只有這個 所以A就是答案 到26條 在這個圖上,PL就是這個圓形的直徑 現在PL 跟ST延伸到U這一點 QS是直線 ST等於PT RQS RQS是56度 尋找RUS 如果它是直徑 有一個基本資料可以使用 就是加上這條線 PS PS是直角 這隻是56度 OK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們就用回ST 等於PT 這個特性 看看 知道這隻是90度 減56度 即是34度 知道這隻34度 之後 就可以知道 對面這隻 PTS 就是180度 減34度 即是146度 知道這隻146度 之後 就會知道 這隻 深色油的 TSP 因為PT等於TS 所以這隻就是180 180 減146 然後再除二 即是17度 所以最後 你就可以考慮這三角形 U PS 這隻是17度 外面這隻是 是紅色的56度 這隻就是 56度減17度 所以是39度 然後答案是D 第27條 這個半圓 就問CD幾長 這裏呢 我們又是 連起它 這裏就成直角 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BC就是X Tangent Phi 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這隻都是直角 Angle in Semicircle 所以這邊都是直角 接著我們就知道 這隻就是90度減5 所以CD 就是 除 Xtangent Phi 就會等於 cos 90度減5 就是輪邊 除斜邊 CD 就是X Tangent Phi 再乘回Signphile 所以答案就是D 28,β就是Acute Angle 有了资料给你 ABD是三角形 β是Acute Angle 用回大三角形 2分1 3加4,7,8 2分1乘7乘8 乘回Signβ 大三角形,减小三角形 的面积 等于17 22个Signβ等于17 Signβ就是17除22 β就是50.6 obtuse Angle 就是reject 因为说明Acute Angle 因此答案就是BOY 第29条 Signβ是1 over k Tangent是0 要Tangentβ是0 有2个地区 一是Q2 一是Q4 如果 如果 在Q2 即是K 会是正数 Sign 90度加 F 就是 cos OK 好了 那我们画直到三角形 F 就是 对方 是1 斜方 是K 斜方 剩下 就是K2 -1 所以 Cosar F 就是 - Cosar 开方 K Square -1 over K 好了 如果 Cosar 是Q4 K 是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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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ar F 就是 K Square Q4 Cosar 是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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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ar 第30條 F F 在0度到180度之間 找回這塊的最小值 首先 我们把它化解 Sign F -180度 即是 -Sign F 即是 10 over 3-2 Sign F F 在0-180度之間 Sign F 的數值 是0-1 之間 就不會去到-1 所以 你就試 OK 代表0 下去又如何 10 over 3 代表1 下去又如何 就出了10 那就選擇一個小一點 minimum value 這個 10 答案就是